制作香酥摔饼需要的原料是 面粉 大葱 芝麻盐 先烫面 烫面 这个得烫面了 就是用这个废水 不 80度的水 热的 是吧 这个对面粉有要求吗 比如说想出层的话 用高低面粉还是低低还是中低 中低面粉 就普通的就行 对面粉要求不高 然后这样用水来烫它 烫吧 烫面吧 烫差不多有三分之一有多 您那次是说它只烫三分之一 剩余的三分之一不烫 就这样活进去就得 用三分之一多一点就行了 就是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之间 来 再来一点 好嘞 这就成了吗 烫好了 这时候其实你看它烫三分之一 但是一搅进去之后 它那个筋道就在里面 因为大家知道烫面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有筋性 然后一般的话 比如说普通的面粉 它吃起来的时候 可能说更软一些 主要是就要它软 软 咱要软 软的是烫面会软 这个面吧 我们家这个面吧 有一个我家这个面 有一个最大特点 这个面要吹面 吹 什么叫吹呢 什么叫吹嘛 开始这个面不一定要吹 吹吹吹吹 对对对 吹面 蘸上水吹 哎 吹 这样去吹 就一边蘸水一边吹嘛 这个面吧 要吹得非常软 要软吧 软的要非常好 我看大老赵的手 就是面在你的手上还挺听话的 要吹 好了 吹完了以后吧 要醒 醒多长时间 你这个吹 这就吹完了吗 你就吹了它三四下 哎 这就吹完了 这就可以了 哎 这可以了 这就成了 对 吹吹吹 哦 这就得了 为什么 这个的话你可以吹的时间长一点 就是吹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吹就是增加它的这个柔度 因为你吹吧 这个你烫的面吧 和这个没烫的面吧 它两个 它两个往一块混嘛 混合 混合吧 不太容易 哎 那么它有些容易产生烫面 和它不 就是 没融合 混不合 穿一穿 加速它融合 好 醒多长时间呢 我想说 要醒20分钟吧 20分钟够久的 面呢 现在醒到差不多了 接下来要准备配料了 这个配料我们其实也是好 就很简单 就有点葱花 锅里里有点胡椒之类的 是吧 调调味道 嗯 反正喜欢吃大葱花的吧 就切成大片 嗯 不喜欢吃不切成小片 好 这就OK了 大量的葱花 好了 这个面也熄好了 OK 那咱就开始继续 这个面也熄好了 好 差不多了 接下来呢 咱们这是鸡油吗 嗯 吃 还是豆油 蘸一点油 然后再亮面的表面 对 这样子来压它 哎 当然需要点补面的 嗯 好 擀开 可是葱花什么时候放进去呢 大老赵 不用齐 葱花最后放 最后再放 对 卷片的时候再放 好 现在就把它像正常啊 我们这个烙饼一样 把它整个全部都擀开 这需要擀到很薄吗 对 你擀不需要 越薄就好嘛 这个 对 你擀越越薄越好 其实我看到 其实这个越薄越好 可能就跟我们有时候做那个葱花饼差不多 葱花饼有时候也是 越薄才越起 对 酥皮嘛 第一步吧 嗯 第一步先放盐 放点盐 嗯 盐 盐 盐 先不让它面变 哦 这是等于是 好了 厚补味道 然后吧 这是椒盐吗 这香是吧 就是一种 这个 你们想 就是配的芝麻盐 就是挺香的 对对对 芝麻盐 芝麻盐 还有其他的一些 用椒盐也可以代替是吧 对 就是比如说你看 你喜欢吃什么 胡椒之类的 胡椒粉五香粉 你就放一点 就是有点滋味嘛 是吧 然后就是 油 家里边有什么油吧 抹上什么油行了 好 我行了 抹油 好 油抹上 有点像我们现在看 就有点像葱油饼了 对 是其实是处于 实际上吧 它就是葱油饼 但是这个 葱油饼到最后的结果不一样 哦 就是它 你最后还要摔它 摔它吗 对 结果不一样 味道不一样 结果不一样 感觉不一样 好 刷上一层油 好来 油适量 接来的时间 就把那个葱花 都已经淋到里面去 撒上香 估计现在卷起来 是不是 对对对 卷起来 嗯 好 给它卷起 卷的时候吧 撑着卷 这样 这样撑着 拿着卷 撑着这样子 方便它那个 它那个葱啊 卷到里面去 兜住 叫它更薄呢 不是撑一下呢 对 撑一撑更薄了 就越薄它可能出来 那个酥啊 就会越多 对 一边擀一边撑 对 这个呢 撑我们两边煮 其实做葱饼 也是一样的道理 你在家里头也是 对 撑一撑它 是吧 对 撑一撑 挺好的 好了 我都住了 再给它撑一撑 对 然后 撑 撑 撑一撑 好 好了 再来刷一层油 对 就在这个边上 风口嘛 是吧 嗯 好 然后像葱饼饼 卷住 往中间去靠拢 然后卷 往那边沉 对对对 拢 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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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记住 用手一压 对 好了 现在开始 压了又这样吧 还不辛苦 嗯 还要醒一醒它 醒一醒 对 要醒多长时间呢 也要醒20分钟 还颠到 现在已经醒的差不多了 咱可以把它取出来了 是吧 接下来我们就把咱这个 电磁炉准备好 来 电饼盛准备好 咱开始烙饼了 打开电饼盛以后呢 好 然后吧 刷一层油 刷一层油 嗯 好了 放这里边弹起来 这边弹可以行吗 直接让手要弹开 嗯 这样行 可是 第一步 对 烙的时候还要揉铃它 对 弹可以行吗 在这里边弹行吗 好 好 这时候把盖子一盖 盖上 调好时间和温度 再等期 现在我们可以把电尾厂打开了 看看我们这个筛饼啊 现在什么样子 哇 两面煎得刚刚好 有些葱花的微微糊一点点 就开始摔了吗 现在开始 先凉一下 凉一凉再摔 对 哎 现在直接摔它不行吗 我知道葱油饼可是这时候 直接就开始 开始要弹起酥的 你要是现在摔不太软 还没会停 嗯 你稍微凉一下 凉一凉 然后再摔它会更起酥 是吧 凉一下 那我给它冷却一下 凉一下吧 嗯 这这个面吧 它就脆了 是吧 很脆很脆的 OK 这个面 那就稍等片刻 凉凉看 现在开始摔打它 是烤 烤一烤它 嗯 这样拿着扛 这个开始摔了 要开始正式的 嗯 你让夹子夹着好 这样一直去震它 嗯 给震一震它 好 这个其实你就可以反复的 不付代价的 来撒气了 对 拿这个饼子来撒气 哎 这样抓一抓 这个可以了吗 你现在现在开始 这个可以了 现在烤一烤 有一些口裂开了 而且呢 你看 你看就行了 你看这边这个皮 多薄 你看 这都已经是 属于摔到位了 是吧 对 好了 你看经过一番 容易 你看你看 现在我们的面板上 非常不好 非常好 有这么一个饼